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啊 明星们组团晨跑 究竟谁是运动健将 谁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这十公里的晨跑运动一试便知 现场前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建祥来了 昨天晚上我们有节目有工作 都十二点多才睡 刚才来的路上 我就是跑着过来的 莫斯燕的丈夫杜江也是跃跃欲试 其实刚起床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好困 但是其实起来了 来到这个公园里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不过要说当天最抢眼的人物嘛 非范冰冰的男友李晨莫属了 抬个脚 压个腿 小腿肌肉立腺有没有 发令声一响 全明星开跑 瞧着跑步似散步的驾驶 看来十公里的马拉松 大家可是轻松拿下呀 这波带到李晨和杜江率先 冲破终点线时 是这般的淡定 连滴汉也是没有看到 我还要去跟他媳妇 一出租车去 开出租车 对 所以就是比较急 然后还要回去再 那轻轻准备一下 洗个澡啊 然后吃个午饭 下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节目要终止 所以就没有办法 再跟大家继续跨下去 瞧 自从成为了范冰冰的男朋友 这通告是硬接不假 亮相更是左拥右护 李晨身价明显就是涨了嘛 事业爱情双丰收 范冰冰真是望男友 腰冰冰一块跑了 啊 反正现在 这是播了好了 没事没事 看录节目的时候也在跑 谢谢谢谢 对 看录节目的时候也在运动 西域的战线 北京采访报道 你照顾 闪 walked